今天和大家想試下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歧視的問題 很多時候我們做很多一些所謂先進思想的人 就認為現代社會當然是禁止 不容許歧視其他人 特別是包括歧視同性戀者 但怎樣才叫做歧視呢? 究竟歧視的概念是怎樣應用呢? 我們明光社其實很多時候都提出一個概念 就叫逆向歧視 英文就叫做reverse discrimination 其實這個意思就是說 有時候在我們去關心被歧視的人的時候 如果過份缺乏平衡的考慮 推出所謂反歧視的法例或者措施 反而會造成對另外一些人新的歧視 我們就稱這個叫做逆向歧視 其實這個情況呢 在一些所謂經濟平等裏面 其實有時候會發生 最近就在這兩天的新聞裏面 都再次來顯示這個概念 其實是真的有一個實例的 其實我們以前都舉了很多 但有些人經常批評我們 說這個概念是做出來的 但在紀念裏面呢 我們不斷看到在世界不同的各地 這些情況會不斷發生 就在這兩天裏面呢 就在這個英國 就蘋果電腦 它就有一批的iPhone和iPad 都會養成了一些APP 一些應用的程式 給不同的機構 可以放在那裏 其中有一個產生爭議 就是有一個美國的組織 就叫做走出埃及的國際組織 Axolidist Interaction 就放了一個關於一個關懷和性戀 可以幫助同性戀者 改變性傾向的一個應用程式 其實開頭都評為 是沒有令人反感的內容的 但是登上去之後呢 它是受到很多 我想特別是同性戀組織的一個投訴 認為這件事是反感 又可惡又偏激 有些的報道就說 那個程式的APP 就是可以治療同性戀 有些人就說其實同性戀不是病 為什麼需要治療呢 在這裏呢 我還沒看到原本 Exolidist Interaction的APP 那個真正的字眼 但我就根據這個報道去思考一下 好了 那麼究竟 同性戀需要治療 是不是就是一件大力不到的事呢 其實有一些的組織 甚至一些精神科的組織 的確都認為呢 治療同性戀是不對 但是有一個很奇怪的 就是在一個治療行業裏面呢 很重視就是一個的 按住那個的自主權 自決權 如果有些組織是強迫同性戀者要改變 當然 這個是違反這個自決權 可能就是一個霸道 甚至是歧視的行為 但是在我認識的一些關懷同性戀組織裏面 其實他們那個提供一個服務 是那些同性戀者 是自己要求 他們覺得需要 因為其實在事實裏面 並不是那個同性戀者 對自己的生活方式 都真的活得這麼開心 很多時候他們面對情感的掙扎 找不到珍愛很多的失落 內心的空虛 有時候他們因為身體裡面 面對那個危機的風險 越高 所以很多的掙扎 令到他們 會考慮 想改變這個活性傾向 所以其實他們很需要一些人的幫助 所以就算是有治療 這個治療都是一個因應和討論性的要求 而是呢 是去提供的一個服務 所以今天有些新聞就說 連提出這個概念 它只是給一個的可能性 在一個IPAC上面 被人們選擇 去不去看 去不去download 連這個可能性都會封殺 然而我今天也去過一些Android 看看 一搜尋機這個詞 我們看到很多十個不同的訊息出來 提供很多不同給同性戀者的服務 甚至同性戀的情慾故事等等 我們看不到有人去抗議這些 不讓他們罕在 為什麼一個可以只是讓同性戀者 覺得需要昨天幫助的時候 有這樣的訊息 它是被一幫人封殺呢 為什麼同性戀的組織 有這麼多的自由 來表達這麼多的訊息 而反而提供一些自願的服務 給同性戀者的 它是要受到封殺呢 會不會這個反歧視角頭 變成了調過來 逆向歧視其他人呢 另一個好像很簡單說 另一個例子就是 在英國 有一對很有愛心的基督徒夫婦 已經修養了很多沒有人照顧的小孩 但他們是基督徒 他們只是表示 他們不認同同性的修養方式 但有一個法官 就是因為這樣的道理 禁止他們再去修養 我們看到其實 是阻礙他們 去對小孩提供的服務 甚至只不過是因為他們 人家的意見不太同同性戀 他們就連修養的權利都被剝奪 這個又會不會是 另一種逆向歧視的例子呢 所以歧視這個概念 的確需要深思 就是要注意 和聲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